作曲 李宗盛 陳玉琳哥 韋山姐她的特質 是讓妳從認識到現在始終欣賞 始終如意 沒有任何改變 我覺得在我的心目中 她是完美的 我們在演藝圈裡面 有人要找妳打麻將 有人要找妳去業界 你要去很簡單 你要拒絕很難 拒絕也不難 要做到很難 所以我覺得簡單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可是我的老婆在這十年間 一直給我很簡單的生活 非常簡單 在我最沒有錢的時候 她也跟著我 我今天變異人是偶然 我覺得是偶然 我們學生的時候就在一起 她不知道我今天會變藝人 所以很多人都說妳演藝圈 妳為什麼不會愛上什麼模特兒 漂亮的女生什麼的 我說我找不到有哪一個女生的心 比我老婆還漂亮 比如說妳喜歡的人很愛挖鼻屎 很愛有一些生活上不好的習慣 我覺得妳可以用很好玩的 可愛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而不是很嚴厲的 妳可不可以不要這樣 妳可不可以不要那樣子 這樣雙方在一起壓力都很大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心真的很近 所以我們不會因為今天我去高雄跟去國外 而有差別 不會 而且我們離很遠 我在國外我們也不太會打電話 我們頂多就是一天跟她說 我起床我上班了 然後我在飯店了 然後明天幾點要起床 然後老婆就會回說 那早點睡覺趕快睡覺 我們的溝通字眼裡面 她不會說還要多久 這是一個抱怨的字眼 就是妳已經夠久了 妳還要多久 她會說妳會不會累 結束了嗎 就這樣 喜歡對方的喜歡很重要 用力的去欣賞 妳愛的人在做的一件事情就好 我覺得我們要永遠站在對方的角度上 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上 我跟我老婆說過 我說 你如果不想接我媽媽的電話 你可以不要接 你如果覺得說你想接的時候 你再接 那我媽媽有什麼為難你的地方 你直接跟我說 我來跟我媽媽說 我說你不要怕說打小報告 因為我覺得這個家庭要平和 沒有一方是可以容忍的 只要有人容忍 就是壓力過 有一天會爆炸 不管是我媽媽 或者是我的老婆 或者是我 我也直接跟我媽媽說 我說 你有什麼事情 你直接來找我 你不要找韋山 你不要找老婆 你直接來找我 因為我是兒子 她是別人的女人 你不可以去 因為我娶了她 而去為難別人的女人 我覺得這樣很不公平 我就跟我媽媽這樣說 那還好她們都做得很好 你媽媽也很愛我們這樣 妹妹啊 說哈囉 哈囉 哈囉 我們從來沒有喜歡小孩 可是我生了小孩 我真的好喜歡小孩 你生了小孩之前都不喜歡小孩 你喜歡啊 因為我是很安靜的人 私底下 我很不喜歡草 可是 我不知道人會變耶 就是你生了小孩之後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樣 我生了小孩之後 我發現小孩真的好可愛喔 好可愛好可愛 而且 她的每一個成長過程中 我都覺得好驚奇 上帝照顧真的太驚奇了 我每天都在沉浸在 小孩的世界裡 其實我覺得很難過的是 像我前一天去日本五天 我回來之後我抱起來 我抱她 她就一直在找媽媽了 真的 就覺得蠻難過的 就會覺得說 小孩子成長真的不能等耶 真的 我抱她 因為之前我抱她的時候 她都會很看我 然後往我的鼻子 抓我鼻子 抓我眼睛什麼 可是我現在抱她抱起來 她雙手打開 然後頭一直在找媽媽 我往往變陌生人的那種感覺 就有點難過 喔 祝福啊 只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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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朋友回來我一定 我一定 討厭死她 一定討厭啊 因為我是第一個 愛上我女兒的人 除非你比我還愛她 我可以跟她說 因為 到了那個年齡 我們已經有年齡了 我們一定可以很快看得出 一個人的樣子 我可以跟她說我的經驗 然後 即使她失戀了 我們也是要陪著她 即使她被傷害 被騙 我們也必須要陪著她 只有愛 可以讓她 覺得這個家是完整的 只有愛 才不會讓她覺得 她是孤單 我們只能陪伴 我覺得 你氣歸氣 你也只能陪伴 你不能把那個男的抓過來打 因為可以的話 你可以找 可以的話 不只只有打 怎麼會不 год hurdle 人家 你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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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